大家好,我是學長 今天又來跟大家邊沖煮邊聊天 那今天學長聲音有一點點磁性 因為那個咖啡展剛結束 學長講了四天嘛對不對 所以喉嚨還真的有一點點沙啞 大家聽得出來嗎? 其實我已經很努力了 四天吃三罐喉糖 但是還覺得蠻滿意的啦 因為四天必盡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各式各樣的沖煩 還覺得蠻開心的 那中間還有蠻多有趣的一些事情 其中一台就是在那個Hario 很多人問我那個Hario新的手套磨豆機 叫做PX7 什麼時候學長要來做開箱 那學長一定會做開箱的啦 因為這台磨豆機我也蠻喜歡的 然後它又是台灣 全機身都是台灣製造的 所以我其實還蠻期待 那一台磨豆機問世的 但是因為學長玩的是樣子機 它就不是真正最終的版本 而且你問世可能還有一點時間 要修正什麼的 所以呢 這次Hario也找我也就是 除了示範之外也問了我一些意見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的 那它可能快要問世的時候呢 我就會拿來做一下開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狀況如何 那我這四天用起來是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它還有好幾個設計 都還算是比較特殊的 譬如它的粉盒 或者是它的刻度盤 其實都還算蠻有特色的 我個人是蠻有信心的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再稍等一下 學長一定會開著這個箱的 所以不用太緊張 那我們剛剛用的是栗子C 是一個CP值很高的磨豆機 那我們今天用老煙泥的濾杯跟手中火 那這也是學長咖啡展的時候用的 那咖啡展期間 其實還真的蠻過癮的 因為又累又跟很多人互動 其實蠻開心的 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狀況 學長可能這沖到一半的時候 太餓太累了 對不對 那腦中突然浮現一個很想吃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種經驗 就是你在最累的時候 或是最餓的時候 就會偶爾會有那麼一兩家店 是你朝思暮想 會覺得說能夠吃到的話 會覺得很開心的這種店 那學長在那個沖 忘記哪一台喔 反正可能下午兩三年有點餓的時候 突然腦中浮現那個鬼精棒 就是那個很辣的麻辣 拉麵 就是辣麻味噌拉麵 我覺得蠻好玩的耶 就是我那個當下可能真的覺得說 如果喝了這麼多咖啡 如果可以來一碗 又麻又辣 然後它的油脂其實還蠻重的 下的蠻重的 味道很重 能來一碗這種拉麵的話 真的是超級爽快的 超級符慧人心的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那種 必吃的 就是你在很累的時候 覺得只要吃一碗 或吃一個什麼餐 就會覺得很愉快的這種店 如果有的話可以跟學長分享一下 我來看看你的 你是不是也能服慰人心 我在沖咖啡沖到一半 想到鬼精棒真的 口水直流 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時間去吃 改天一定要去 慰勞一下自己 好 那我們今天沖的是點滴法 那我在展場的時候也是很好玩 因為 最後示範了 尤其禮拜天 真的已經示範到已經 有點抓狂了 因為已經 七個小時了嘛 最後 我就覺得 不想再沖普通沖法 我竟然在拿老顏尼再點滴法 然後現場的一些 觀眾們他們還覺得 學長你不累嗎 那到了這個時候還在點滴法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現在心中就想要 做一些不一樣的事 所以我就很瘋狂 還在展場做點滴法 那點滴法其實 當然 你需要一點技術 但是其實你把 當你看到那個粉塵這麼膨脹 的時候 你還真的是心中挺療癒的 因為為自己覺得 自己覺得自己蠻厲害的 那種感覺還是不錯的 OK 好 所以展場真的還 還蠻多好玩的事情的 對 那老顏尼這個 這一套設備也很多人在詢問 因為 它的外型很特殊嘛 然後大家又對它的材質 很有很有興趣 那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學長一直都覺得它很棒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 台灣生產的 對 雖然 像 哈利歐V60的這個老顏尼 它也是 日本的設計 但是它 因為是經過台灣的 陶藝絲的 重新詮釋 它的肋骨還是有點差別 所以 它的風味還是有點差 而且真的外觀上面 真的比傳統V60 還有氣質 OK 所以我是覺得很棒 因為台灣的實力在這個部分 能夠被展現出來 那學長身為咖啡產業的一份子啊 那 台灣如果有這個實力 可以做很棒的咖啡器材 當然要支持 而且我也覺得非常的 開心 那像 老顏尼的手中壺也是啊 它不但是 台灣人生產的 也是台灣人設計出來的 所以 用起來有這麼好用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沒有不支持的道理 所以這次 最近很喜歡用這隻 老顏尼的手中壺 在到處的展演 到處的展演 覺得非常的開心 好 我們點滴法完成了 點滴法也蠻值得練的 如果各位 有那個耐心願意 稍微練一下的話 真的蠻不錯的 OK 好 我們來喝一下吧 這是 咖啡展 就是 咖啡人的一個大聚會 很多同行同業嘛 我們都會 在咖啡展邊賺來賺去 所以學長除了展演的時間之外 其他時間也就是 跟其他同行在那邊 瘋狂的聊天啊 瘋狂的交流 覺得蠻 蠻開心的齁 畢竟這種 這麼多人為咖啡產業 這麼認真的一個事情 那你就覺得真的 其實還蠻熱血的啦 我覺得還蠻熱血的 蠻開心的 我們來喝一口吧 這隻是肯亞 肯亞的 做點滴法 口感還是蠻濃厚的 所以這次咖啡展結束了 相信超級多的咖啡人 應該回家都是死在床上 死一片 但是一年一度嘛 所以 也看到很多 新粉絲老粉絲們 然後在咖啡展有送喉糖的啊 有那個 送蛋糕送餅乾的 讓學長不會不至於餓死 去年就還蠻餓的齁 所以覺得還蠻開心的 OK 好 那 最近聖誕節快到了 學長最近也在構思 要不要來為粉絲們準備一些 有趣的聖誕節 聖誕禮物或是交換禮物 最近有很多有趣的想法 希望到時候大家看到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喜歡 好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齁 那 很開心能夠在 這樣的時間裡面 跟大家 喝一杯咖啡聊聊 生活的近況 畢竟咖啡就是生活的一個部分 雖然我們這些咖啡人的 一年一度的奮戰結束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持續的 每天要喝咖啡啊 然後我們學長也每天要 練習咖啡 要測咖啡 然後還要上課什麼的 畢竟咖啡真的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就是 它是一個 長時間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讓我們 除了 5man的時候 熱血一下 平常也讓我們 悠悠閒閒的 持續的 開心的 喝咖啡吧 好 那就這樣囉 謝謝大家 掰掰